王哥 王哥你不能去 我必须去 王哥你真的不能去 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 王菲菲 干啥呀 你个做饭的大厨子 你给领导提意见 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什么叫我狂躁啊 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 刚上任 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狂躁 太狂躁 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啥呀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 对不对 狂躁 太狂躁 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哎呀 我的妈呀 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 等 卡那儿了 咋正 你这人哪 你就是想的太多 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得多 我二十岁就出来打工了 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行 你说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 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 累不累呀 我说累呀 开了头 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 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 第二个老板又问我 累不累呀 我说不累 开了头 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 肯定是偷懒 来着呀 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 第三个老板又问我 累不累呀 我说也累也不累 开了头 为啥呀 又累又不累 肯定是三天打鱼 两天筛网 来着呀 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 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 我就不跟他说话了 我就冲着他笑 开了头 为啥呀 傻子怎么能要我 你要是怕出事啊 我自己去 出了事跟你没关系 不是 你这哆嗦啥呀你 你怎么能说出 这么绝情的话来 咋去吗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 哎呀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你知道就行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 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行 但是咱们一会儿 见着领导以后 一定要察言观色 还察言观色 当然了 进去以后 余老汇会问你 你找谁呀 你说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他说 我就是 脸是绷着的 那肯定出事了 错 恰恰说明这个领导 他不善于伪装 非常的率真 相反 如果他说 你找谁呀 你说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他突然变脸 提意见 好啊好啊 欢迎欢迎啊 坏了 说明领导 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 什么叫还会 领导套路身呢 接着领导会马上说 等一等 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 原原本本地记下来 坏了 这就要出事 如果他接着说 对了 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 毁了我 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研究研究 还有什么好研究的 这件事情 务必马上落实 你们两个找谁啊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我就是 进来吧 脸是绷着的 很帅着的 没问题 你听着 这件事情 我来负责 好吗 先这样 不说了 坐吧 谢谢领导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啊 提意见 什么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给领导提意见 对 好啊好啊 欢迎欢迎啊 完了 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我要提的意见是 等一下 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坏了 哥要出声 对了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回来呀 要收拾咱俩了 怎么了 提个意见嘛 至于吓成这样吗 坐下 你们对我 对单位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心理话 都可以说 来 喝点水 谢谢领导 别紧张 不紧张 说实话 领导 一点都不紧张 我跟你说 处长 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 真的 你别紧张 你老磕什么眼 谁磕牙了 是你 还是太紧张了 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报告处长 我管仓库 我在食堂干大厨 好好 喝水 谢谢处长 谢谢处长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挺好的 累不累呀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说那个处长 我呛了一下 我呛了一下 喝口水压一压 谢谢处长 谢谢 最近总加班 累不累呀 他这什么毛病啊 处长啊 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 听见这仨字啊 他条件反射啊 那我就不提了 不提了 不提了 咱们提意见 好吗 好好 你们两个谁先提 我先提 不 你先提 说吧 要提什么意见 领导套路深啊 还是太紧张了 放松 那不行 要不然 你坐下题 不用 我坐不住 对 处长 你坐不住 对 坐不住 我怎么坐不住了 您看 您刚来咱们单位 才三天 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 您不是下基层 就是搞调研 这样下去怎么行 这把凳子 才应该是您的阵地 您的标配 应该是一杯茶水 和一张报纸 您看前任处长 把这把凳子 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 您怎么就不能 接着盘一盘呢 还有吗 还有就是 您这么狂躁的工作 身体怎么受得了 您看 您都瘦成什么样了 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 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还有别的意见吗 还有就是 您不稳重 当然了 您才二十出头 就走上了 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等一下 我不是二十出头 过了年 我就四十了 您多大 四十 别闹 这怎么还翻倍了呢 哎呀我的妈 我们处长四十 你们是不是不信 好 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 是 狂躁 太狂躁 社长 您看 您天生丽质 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 让我们单位 其他女同志 情何以堪呢 我平时不化妆 洗把脸就出门 那我的意见是 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一看你就是一个 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 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 是不是经常能遇见 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三个字 说的不整齐 来 一二三 听你们的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怎么这么狂躁 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 你们就开了我 不符合程序 借着提意见 六须拍马 我告诉你 这样的意见 我不想听 处长 处长 我有意见要提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 也可以不用提了 我要提的意见是 咱们单位某些领导 以前是脸难看 事难办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脸好看 事照样难办 举例子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 我们 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你干什么玩意儿 你演得像 你别弄这个事 他让我们副处长演得可像 别弄 演一个好 你弄 副处长 你干什么 演一个 副处长 上 同志们好啊 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 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 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副处长 老王 是我 有什么事吗 有事给我说 是 副处长 天越来越冷了 我们宿舍更暖不行 我媳妇关节炎 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哎呀 我娘啊 都给我吵架了 哎呀 您给解决解决呗 必须解决呀 人民群众的事情 没有小事 哎呀 我还有个会儿 再见 两个月以后 老王啊 副处长 有什么亏难说 给你解决呀 还是上次说的 那个供暖的问题 没有解决吗 没有 下边人败事 吐吐拉拉的 天更冷了 哎呀 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哎呀 我娘啊 都给我打起来了 哎呀 后来 后来她就走了 哎呀 太遗憾了 这么年轻就走了 怎么走的 是冻的吗 你想哪儿去了 她回娘家了 哦 回娘家了 回娘家好 娘家暖和呀 有什么亏难跟领导说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哎呀 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看是不是脸好看 事难办 还有吗 有 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 前些天 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 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 会后 咱们处理 带主们马上召开了 关于落实场里 关于落实上级 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 会后 我们食堂带主们马上召开了 关于落实处理 关于落实场里 关于落实上级 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 会后 我们吹石板连夜召开了 关于落实食堂 关于落实处理 关于落实场里 关于落实上级 关于落实连酒家 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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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见听得好 没完呢 场里开完会 让我们写一千字的心得体会 还处理开完会 让我们写两千字的心得体会 食堂开完会 让我们写三千字的心得体会 吹石板开完会 让我们写四千字的心得体会 开饭了 同志们都等着急了 吹石板的 都几点了 还出不出菜了 我说菜是出不来了 我们吹石原在后厨集体 出书的 还有吗 有 都在这纸上的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吗 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 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我行吗 怎么不行啊 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 敢提意见 敢说实话 敢说真话的人 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 只是一团和气 弄虚作假 不说实话 不说真话 那我们的事业 迟早有一天 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好 处长 谢谢您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 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处长 其实啊 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 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别这样 哎呀 你快点吧 你干别这样 行了 就别在我这表演了 您演的已经很好了 处长 我之所以演的好 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把你提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我就不拿了吧 他拿了一张纸 你就让他当了主管 那什么 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 你不好安排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 为什么不早说呢 处长 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 你不能一开始就愣诈 你万一把自己诈死了砸整 你还是想太多了 是 听着 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 是好的 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好 给你一个监据的任务 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领导你放心吧 那他算干啥的呀 这还用说吗 纪检委 你还纪检委 你就是个老百姓 老百姓咋的了 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好了 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干啥呀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好 好 干什么嘛 你这么狂躁 稳重一点 太好了 快乐去跑 太重了 风向就变成海洋 不必安静 他最怕 同样唱着漂亮 结果一双手之后